大家好,欢迎又回到这个关于daytree的new channel 以后这个视频我想控制在10分钟以内 昨天有朋友说我说这个太长了,不能20分钟的 昨天因为这个股市大跌嘛,所以讲的可能就比较多 关于很关心我这个长期账户的这个朋友们 昨天一开始的时候呢,大概是negative8万6千左右 但是最后的时候应该是negative1万23这样子 然后Tesla呢,在这个昨天最低的时候跌到609 然后之后盘后呢,ARK Invest这个Kathleen Wood有大量的买入Tesla 然后之后今天呢,把Tesla拉起了一点点 可是其实我这个Tesla还在这个cover call上边 所以我们要看明天它具体的这个价格到什么地方 才能判断我能不能卖出去我这个长线的Tesla OK,好,那今天说一下今天这个2月24号2021年 我是选了哪些股票做这个daytree 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股票 如果没做个daytree的小伙伴们,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软件去选择这样的这个daytree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看这些股票哪个好哪个不好 我会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做了自己的这个watching list 有这个像parenteer,这个square,neo,还有MP,quantum square 就是QS,还有这个CCL,还蛮多股票的 所以,刚刚开始放了很多订单在那边 最终fuel进去的是这个parenteer,这个PLTR,26块钱买进 然后是26块5,买出,盈利是500块 然后是SQ,square,是因为昨天跌的比较凶 今天我在25块5的时候买进 然后呢,是20,sorry,235.50的时候买进 是239.50的时候卖出,盈利400块 大家可以看到它之后呢,会有涨到这个244左右了 所以呢,之后我其实我又买进了242,买进244卖出 大概是盈利200多,这是我的lunch money 然后呢,PLTR我觉得还不错 今天又买入一次,是26.10买进26.40卖出 大概盈利300块 然后呢,这个MP的话,今天它的走势一直都没有给我回头 我一直嘴打通,38块钱一直涨到43块多 所以呢,我是在43的时候最终才买进 然后43.3的时候卖出300块盈利 然后呢,QS的话是60.10买进 61.10卖出盈利500块 然后呢,这个MP我又买进一次是42.80买进 然后是43.30卖出盈利500块 CCL的话今天涨得比较好 所以我也没有参与,我有参与哦 所以呢,是27块钱买进是27.40卖出盈利400块 然后呢,最后一个trade是这个QS 是59.80买进,60.30卖出 大概盈利500块 所以今天total大概是4700块 能不能看清楚 我朋友说我这个小纸条真的是好那个 好low tech呀 因为你在做day trade的时候 你哪有时间去做这个Excel呀 当然它的这个broker 你的,它会给你一个statement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自己写下来 你自己知道你买入的金额 这样会比较快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图贴在这边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然后呢,想跟大家说 很多人问我说 我到底怎么样选出来这样的股票 为什么我就知道说 这个金额买进那个金额 卖出会有多少的盈利呢 其实我每次在这个enter 这个any order和这个trade的时候 我都已经知道我想什么样的价格出来了 因为呢,我会观察他每天的这个daily的这个range 所有的day trader有一个 每个day trader不一样了 像我是比较中型 有一点点保守的 我前边的30分钟开盘的这个morning panic 我不会参加 因为这个你看不清楚他的这个动向的嘛 大概是洛杉矶时间7点钟之后 也就是说6点半开始7点钟 半个钟头你给他让他们panic一下 过一下你就会看得出来 大概今天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7点钟之后呢 我就开始enter很多这种trade 我在等我心仪的股票会不会回头 给我一个买入的机会 如果是说他一直是在一个区间活动的话 我就会狠心下手 然后呢,在enter每个trade之前的话 都给自己设定一个 我准备在这个trade上面赔多少钱 然后呢,准备赚多少钱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知道你自己的risk在哪里 自己的profit在哪里 所以你自己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掌控 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今天呢,觉得还不错 没有任何一个losing trade 所有的trade都是按照我自己心仪 觉得比较安全的价格买入 然后呢,我卖出的时候呢 其实价差并没有很多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买的share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我的daily profit target只有2000块 所以今天hit到4700块 已经是double我的这个daily target 因为我还蛮开心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做day trade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这个risk management 所以给自己一个plan set a goal 然后呢,achieve the goal 所以到了这就ok了 就不要再trade了 所以我一般呢,都是6点半到8点半之间 来做这个day trade 那8点半之后呢,其实就不是day trader 非常active的时候了 都是一些long-term investor 还有一些机构在做一些动作了 所以呢,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就不能参与了 他们是赚大钱的,我们是赚小钱的 ok,好,很多朋友问我 我用什么样的这个software 去选出来这样的股票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三个 第一个呢,是如果你用的这个选择些股票呢 是一些large cap 比如说像amazon,kesla,apple 这样的股票的话 你比较care它公司的fundamental的一些基本的状况 还有它的earning啊,或者它的所有的公司的一些 真正的它的股价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所以呢,介绍大家一个叫做Benzega的这个software 这个software的话呢 它可以你去这个打你的keyword 去选择你自己这个要看的这些news 所以就大家不用真的去每天都会关注那些什么 yahoo finance啊,cnbc啊这些 其实它的news比较慢了 所以如果有这个software的话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在你自己的watching lead上的股票 都每天发生了什么样 它很及时的帮你update 而且呢,还有一些关于alert的功能 让你第一时间看到你所持仓的股票有任何的变动 所以这是large cap的一些用法 当然它也有一些middle cap和其他的小的penny stock的一些用法 所以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喜不喜欢这个software 第二个呢,我有在用的是trade idea trade idea的话,它有很多不一样的filter 比如说你想找今天早上panic 比如说get up大概是5% 10个percent这样的股票你想把它找出来 甚至昨天呢,multi day runner 你每个股票呢,它的涨势非常好 甚至是哪个股票跌得非常严重 多少percent你自己都可以用这个filter去设置 所以在trade idea呢,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就是说股票 而且呢,你可以用不一样的category把它们选出来 这个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像一个不一样自己去做网站一样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set up不一样的这个 看这个股票的一个方法 还蛮好用的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tradingview.com tradingview呢,它可以即时的让你看到一些earning啊 还有这个股票的这个k线图呀 有不一样的这些indicator啊,还不错 所以呢,这三个有三个好处 也有不一样的这个用途 所以在这个5分钟之内 当然我不能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呢 希望大家呢,可以看到这里的贴图 自己去就是研究一下 希望在以后的节目里边呢 我可以具体的来跟大家来细节的分析一下 这三个到底怎么样用 好吧,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拜拜